我曾南大甲府中心是有副作家庭有超过1,700户 在这家庭有没救,都是受到家庭务力的立东过案 所以甲府的活部案件可以说是不断增加 在社会国家的身心单位的帮助之下 甲府中心也特别从原本作为称呼的空间来改建制彩虹屋 增加上官的福德和治疗的设施 希望说未来可以帮助国家的浴室的小朋友 给你们快乐享受 大家用欢喜的心情做会专专榜滑起起 我们到甲府中心的彩虹舞进行开用 现场没有小朋友来跳到庆祖的舞蹈 我们到甲府中心 没有政府做的家庭超过1,700户 这家庭中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家庭保理 或是各种材败的租债后 因为国家不断的情侦 在社会国家的身心团队到三天之下 特别从甲府中心大楼的四楼 原本是村口的所在改建作为彩虹舞 彩虹舞是针对瘦瘦症候群 这些小朋友及暗家 我们都知道说比如说像921 爸爸风灾 荷福台风 家园受到伤害之后 这些人很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 恢复到平静的生活 辅导他们来走出这些阴影 我们感受到南投交互中心 对于彩虹舞的设立 这个利益非常的好 让他看到以后的世界 是一个彩色的 人生的路途是永远的 宽大的 这次彩虹舞来的建设 除了有基本的辅导教室 已经的体空间以外 各地别设在医务医疗教室 让所有朋友可以利用医务 来治疗属双的心灵 我们里面有包括团体 一般性的团体室 游戏治疗室 有一些游戏设施 然后还有杀游 最主要杀游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从游戏过程 让我们去观察到 这个孩子真正的内在的 那个伤痛是什么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性 在那个儿童新创治疗的 专业角色上的一些媒介 我们都在这里有 这些设施设备 难道家乎中心 等年以来 帮助管来 很多路适家庭和立东 也在民国九十六年 跟管政府来合作 扩大服务内容 受用近家庭立东和青少年 也希望未来 可以帮助近家庭和立东 让他们的快乐来生动 记者李营酸彩虹不得